大家好,今天我會和大家講我生命上最重要的五樣東西 非常好 他們是電腦、父母、金錢、生命和自由 非常好 首先我會選我為什麼選這五樣東西 首先我選了電腦,是因為電腦和我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而且都是我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內容 非常好 之後我選了父母,是因為他們為了關心我 花費了自己很多的時間 我們之間有非常多的心情 第三,我選了金錢 是因為只要有金錢,你就可以為生命帶物質的滿足 之後我選了自由 是因為有自由,是生命的基本 是一個人類生命重要的研究 最後我選了生命 因為如果沒有生命的話 其他東西都沒有什麼意義的 如果要我在五樣東西之中放下第一樣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我的電腦 因為相對其他我選了的東西 電腦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重要 並且這些物質的東西 只要有金錢就可以取代 如果要我放棄另一樣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會有我的父母 雖然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但是就算沒有父母 有其他三個東西 金錢、生命和自由 都可以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非常好 如果要我再放棄一件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就是金錢 因為金錢是不可以取代生命和自由 都不可以買生命和自由 況且 只要有其他兩件東西 生命和自由的話 你金錢都可以拿回 如果要我再放棄一件東西的話 這個就是生命 因為一個沒有自由的生命 就是沒有生存的意義 只會是一個機器一樣 天天都做同一樣 沒有自由的選擇 這個相對來說沒有意義 這個生活你很想要 所以最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自由 因為自由 是一個人類生命重要的原則 並且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由 高調那句 自由的兩個字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由 因為自由 是一個人類生命重要的原則 並且是一個生命 所有人都想達到的目標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最重要的東西 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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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